选一个吧 所以第一个是我们活着的时候 要如何为死亡做准备 这是第一个问号 第二个问号是 要如何带着觉知离开人世 第三个有没有什么恐惧 第三个 第五个问题 这边的汉马远谷 你可以继续这边是 但是不是 ock so深的 就是 所谓会你继续罪准备的 好啊 对 essa 所以我之前有个小店的人 在某个人时中的生活是 我们都是在某个人中的生活 但是从其中一点 这样子就是说 我们去做什么大概 Genre 我们去做什么好像 我们去做什么 我们吃可以做一个 我们都会做什么 就是做什么 所以今天做什么 它做什么 那这里就有三个问号就回答第一个 那我们活着的时候要如何为死亡做准备 那其实在我们生前活着的时候 要做的修持可以做的准备方法是很多的 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用一天来做练习 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就想说这是我出生 我从母胎中出生出来 然后到了一天结束睡眠的时候 你要想你躺的那个床呢 就是你这一生最终的那个床铺了等等 透过这个来让你对死亡做一个准备 我们就要去万两百五年 在万两百五年时间到使用他的轻轻 那时候就是去万两百五年 但是在万一岁和岔和岔等待 你只能够伸在这一团里 你只能够伸在这一团里 这样就用掉了 再来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去演练或者去观想 这个死亡可能有的过程是什么 它包含了你整个身体上可能的一些改变 还有整个总之去演练去观想 这个死亡的过程 这也是一种方法 因为这些是关于这种方法 但是我只能够伸在这种方法 这些人是在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是有关的 关于這個方法 这些人是在这种方法 这样就有点的 一个人是在这种方法 那是这种方法 是在这种方法 在这种方法 在这种方法 就有点的方法 那些人都把好的比赛最遠的 goal was to give their behavior 所以有很大的洋range的小朋友 那些人包造成了一些小朋友 那些人都在那些小朋友 他在以前的学生的寺童 有人想一路 如何扯计 出来的 如果,你会想做什么 就不需要。 如果,你会打平衡,你会打平衡! 你会头发现在,就会用萌萌! 就是这 一切的流程。 所以就像我们也好像也可以看到 有的人他为了要 他甚至晚上他就睡在棺材里面 他试着让自己去体会说 这个死后的感觉是什么 然后睡一觉在棺材里面等等 这也是一种演练或者说去熟悉 可能死亡会有的过程的一个方法 总之呢在谈到死亡的时候 要记得它不是就是结束了 它不是就是最后一章了 并不是这样的 而是记得说生死它永远是同时的 它是刹挪在发生的 就好像说这个日生日落是一样的状况 它是不断的一种循环跟运行 而且它就是每天发生在你身边 就像现在也是 它是刹挪刹挪正在发生的 唯有当你透过再去习惯去认识这个死亡 就知道它跟你紧密的关系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去相服对于死亡的恐惧 或者面对死亡 那我们就做回向了 维 ē 维 ē的麦克风 但 Near the room 这个是的 你看到 维 ē的麦克风 维 ē的麦克风 维 ē的麦克风